你知道吗 马特除了质毛丸的6之外 他的嘴皮子同样非常厉害 这种尺寸的竹子 很适合做成吹剑管 马特将切开两半 将表面膜平整 之后只需要捆绑回去就完成了 现在是时候看看效果如何 马特用力一喷 可惜就穿那么一点点 看来今天又要饿着肚子了 这里是乔治亚州南部的黑水沼泽 马特其实最想吃的还是大鳄鱼 不过准备的并不是很充分 过来是船撞到了树根 直接翻船报废 能用的估计只有这急救河和打火棒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离开这里 找到干燥的地方生火搭建住所 这里还是短尾厄的地盘 乔自制了一把防身的武器 不仅能单防鳄鱼 还能差于什么的 马特并没有在附近看到任何高地的痕迹 他竟一走那边 看起比较轻松的路线 刚走没多远 就已经感受到水位下降 行走速度非常缓慢 最糟糕的是天色很阴沉 想要下雨的样子 他有可能打雷引人森林喝沼泽水 他就喜欢喝热水 身体好 他们又没办法通过太阳辨认方向 要找那种灌木丛和树林夹杂的地方 那里比较干燥 适合搭建住所 花了不少时间 终于看到一小片干地 看起来还不错 就是地方太小了 要是下雨住的地方会更少 马特打算先爬到树上 看他附近地形再决定 为了让他尽快上树 乔甘院成为踏板 爬树的速度非常快 一会的功夫就攀登上高处 乔很好奇 马特在上面看到了什么 在这个方向的远端 有一片松树林 茂密的松树林只会在干土上生长 证明沼泽的边缘就在那的方向 眼看天就要黑了 今天是赶不过去了 只能将就在这里住一晚 他们要搭建一个远离地面 有屋顶的庇护所 幸好这里木材丰富 将这些原木堆在一起 还得铺上厚厚的植被才舒服 马特抓紧时间搭建屋顶 这是个大工程 不断砍伐木材 搬回去早就满身汗 地上的草皮非常干燥 睡在上面肯定很舒服 男人分工合作下 很快就完成了简单的庇护所 为了避免被鳄鱼袭击 只能轮流手艳 希望明天能够离开沼泽地 这两个男人被困在沼泽里 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 水里有很多腐败的植物 严重拖缓前行的速度 突然一只大鳄鱼出现在他们眼前 这可把他们缠哭了 刚动了沙溪 鳄鱼直接溜进水里逃了 看来小和马特这两食货已经深入恶心 现在只能暂时放过他了 痛失食物后只能继续赶往松树林 希望那里能抓点食物吃 幸好这里并不大 前方就是草地 刚踩上去就发现被骗了 这些草只是漂浮在水面上 感觉比刚刚还要糟糕 随时都有可能陷进去 乔一不小心就要陷到里面 又不是有马特在 他就要在烂米里蹦迪了 马特倒是觉得 这里可以弄成游乐场 这跟蹦床一样 还能接触大自然 乔现在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了臭 非常难顶 费了不少力气终于看到松树林 随着水位越来越低 证明就在不远处了 乔和马特踩在地上 没有再摇晃 只可把他们高兴坏了 不用再泡在水里 赶紧到树林看看有什么能吃的东西 刚进来就发现有惊喜 这有一些猪笼草 猪笼草是肉食性生物 会吸引蚊虫进去消化 还会收集到一些雨水 乔和马特随便摘了根 都能看到装满了水 里面还有不少蚊虫混在里面 这哪里是农夫山泉 简直就是肉汤 能稍微补充到一些能量 还是抓紧时间看看哪里适合搭建住所 瞧发现周围都是洪水冲击的痕迹 下方就有条河流 那边并不适合搭建住所 马特倒是很喜欢这里 弄个凉旁就能睡了 两人很快就商量好 到附近收集材料 马特拿起砍刀卡卡几下就把树砍倒 将木材狠狠插进土里面 为了节省材料 他选择特别构建方法 三足鼎立更稳固 往上面铺上木棍和叶子就完成了 而且奥伊找到了生活材料 非常干燥 这么一大圈火种 足够他发挥的了 不过他还想增加生活的成功率 就要用到这种枯死的松树 将它狠狠推倒 只需要底部这一节 树枝丰富 这样要是生不了火 瞧把名字倒在面 马特的梁棚 乔非常喜欢 他可没办法短时间就弄好 乔生火不需要马特帮忙 闲着没事 马特打算到附近看看有什么能吃的东西 而乔留在营地生活 把树枝弄成碎块放到里面 毕竟由打火棒这种神器 卡卡几下就将火升起来了 就是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吃的 平时打扫最讨厌的蜘蛛网 在野外可吃的宝贝 自身含有抗菌成分 能用来包住伤口 效果比伤口贴还好 运气好的话 还能把蜘蛛抓回去烤来吃 虽然他们并不打算夜间赶路 但是夜间上厕所还是非常需要 要是碰到人 还能挥动事宜 瞧将树枝劈开 将树枝塞进去就完成了 而马特正在寻找材料制造武器 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炉竹 能够做成镖枪 马特觉得更适合做成吹剑管 他用刀枪竹子一分为二 最重要的是把中间清空 急救盒的盖子 可以当成错刀一样使用 看起来效果还挺不错的 经过沙子和坚果不断打磨后 已经足够光滑 再用唇膏和鱼线 将竹子合在一起 好家伙 一次性把所有道具都用上 就是不知道能否狩猎到食物了 马特还在准备武器时 乔已经发现一只妙蛙种子 想都没想直接一枪扎过去 跑得再快都没有 还是被乔抓到了 肉虽然少 至少能够解解馋 马特并不知道这些 正兴致勃勃去打鸟 他慢慢靠近远方的鸟 双方距离越来越近 赶紧填充上子弹 神神吸入一口气 然而就差那么一点点 剑都狠狠扎进地里面 虽然没有抓到鸟 但是马特对着吹剑非常满意 乔对于马特的手艺越来越佩服 幸好自己抓到青蛙 不然今天又要饿肚子了 将青蛙放到火上烤 最好吃的就是马腿 可惜条件有限 没有皮酒 没有面糊 拿去油炸 不过原则原味一件非常美味 两人吃得非常高兴 乔觉得小溪那边的水是灰色的 代表是从沼泽流出来的 可以沿着小溪走 这样就不用担心又回到沼泽 马特觉得这有道理 是时候抓紧时间就起了 天一亮 两人就开始收拾东西出发 一边赶路一边看看有什么能吃的 居宗鱼这种植物又苦又润 非常难吃 但是能补充不少能量 只能硬着头皮啃下去 马特赶路时 发现有不少树藤 赶紧用砍刀 看看里面有没有水 早就口渴了不行 赶紧顿顿喝起来 走了一会儿的功夫 他们看到人类文明的痕迹 看起来像是一条道路 这里有人类经过的痕迹 应该刚离开没多久 赶紧追了上 有一辆推土机出现在眼前 就在乔问候司机家人时 他倒车回来了 乔表情有点尴尬 但是总算能够离开这里 他要回去买一顿挖腿 站来吃 不知道他们下一次 会去哪里挑战了